我是个精神病人 和姐姐视频时发现他精神不稳定 于是我坐上高铁去看姐姐 一路上抢着裤袜子鼓弹都没让我破坊 直到刷到某衣裳姐姐被82岁老人的一切都杀掉吧 在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治疗后 我的精神分裂症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 我经常告诉自己 我看到的一切恐怖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 没有外星人用X射线控制我 也没有红外线 能把我的身体瞬间切成两半 能在医院接受系统的治疗 多亏了我的姐姐 是他一个人在大城市打拼 给我缴纳了高昂的医药费 可昨晚和姐姐视频时 我却发现他眼睛红红的 明显是刚刚才哭过 我担心的询问起姐姐 姐姐你怎么了 姐姐吸了起鼻子 第二姐姐没事 只是风靡了眼睛 姐姐这个借口是一点没把我当正常人糊弄 我只是有精神病 我又不是傻 算了 正好这段时间的治疗也告一段落 我明天就去看看姐姐 我连夜收拾好行李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高铁站 看着高铁站里密麻麻麻的人群 我的心开始砰砰砰 乱跳了起来 站台里喇叭的声音 像是在我的耳边不停的嘶吼 我不停的深呼吸 试图抚平自己不安语交道 正好想起李医生 教我的那句英文 Everything will be ok 我赶紧拿出电子墨鱼 一边敲一边念叨 另外的几句 想想好像哪不对 可是我又实在想不出哪不对 不管了 佛祖大辞大悲 不会怪罪了 终于上车了 我早早的归缩在自己靠窗的位置 戴上耳机 然后闭眼甲内 这样会让我觉得安全一点 心跳渐渐平复 我小声对自己说 做得不错 能不能换个位置 还没等我回过神来 一个长相丑陋的年轻男子 动重地拍了下我的肩膀 喂 你听到没有 我摘下耳机 我同意都练习了很久的社交笑容 不好意思 挺不方便 正准地把耳机重新插进耳朵里 耳朵又抢先被一个奇怪的 嘎嘎的声音给污染了 原来是和丑陋男子 避开的女生开口了 姐姐 我想和我男朋友坐在一起吧 我点点头 那你们坐一起 那你是同意给我们换位置了吗 我摇摇头 不同意啊 给孩子小声骂句 神经病 我在心里默默回应 要这么吃着呢 最后也不知道怎么换的位置 我身边坐了一位中年大叔 那对丑陋情侣中的男生 坐到了我的正后方 他的女朋友如愿坐到了他的旁边 刚开始一切如常 列车开了一段时间后 后面的丑陋男 就开始不停地踹我的椅子 我又逃出了电子沐鱼 开始念叨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中年大叔嫌弃地看了我一眼 继续大声播放了他的电影 我不停地宽慰着自己 没事 就刚做按摩椅了 精神病人的王奶奶曾告诉我 外面的人都很凶的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们是病人 要保持好的心态 也要懂得保护好自己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好心太起的作用 丑陋男子踢了一会停下来了 我拍了拍我狂跳的小心脏 这个世界还是很美好的 可是还没等我感叹养冲中 一股子老闲菜 直往我的鼻孔里钻 我抬头一看 原来是丑陋男把袜子脱了 脚丫子放到了我的头顶晃荡着 我强忍住我心 站了起来 能麻烦你把脚放过去吗 丑陋男提笑若不笑 我自己的脚 我愿意放哪就放哪 你管得着吗 死索片刻 我觉得他说的也有几根道理 女生又坐下了 中年大叔的声音越来越大 我戴着耳机 也在被迫听着他手机里的台词 这似乎是一部战争片 里面不停地传来炮火声 杀掉这些狗娘养的畜生 中年大叔听到此处 似乎破大房了 他 朱姨 他愤恨地往我脚边吐了一口门盘 差一点就吐在了我的鞋子上 我 哦哦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哦哦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不行 我得短下注意力 我点开短视频 开始观看美好生活 点进去第一条视频 连我这个精神病都直呼大脸 82岁房东 猥蜉30岁尿零女子 却因年因缘因不予代骨 很想着吃个瓜 可是越看越觉得血液翻捧 我的神经开始变得异常兴奋 手也开始控制不住的抖动 因为视频里被猥蜉的女生不是别人 正是我的姐姐 我知道我要犯病了 列车里的一切瞬间都变了模样 越只在我的头上的脚 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一只鸡 比医生说过 犯病了也不能杀人 要控制好自己 可是我现在根本控制不住我狂躁的内心 不能杀人 杀只鸡总可以吧 我迅速抽在头发上 被我磨得泛着寒光的鱼簪 狠狠地刺到了鸡身上 嗷得一声惨叫 中年大叔看着我手上冒着血珠的簪子 倒是很镇定 他一脸看好戏的表情 似乎在等个城景把我带走 心态真好 我要是有这心态 应该得不了精神病吧 该死的精神病 去死吧 恶心不要脸 哪来的声音 我的眼睛到处搜寻着 原来是中年大叔的脖子上长了好几个骨 再不同的巴巴巴巴地说话 好吵 好烦 不过点了手上的簪子 真想狠狠地插进一些说话的嘴巴里 可是我不能 我不能杀人 理智和毁灭一切的冲动 撕扯着我 像是一个溺水的人想抓住浮沫 我拔通了我主持医生的电话 一铃功绘的 我已经顾不得许多 我打开了扬声器 啊 李医生 我受不了了 我想杀鸡 高铁上有好多的鸡 停了在我耳边咯咯咯地叫 是不是因为我今天还没吃药 李医生 他们是鸡还是人 此时此刻 车厢里骤然安静了下来 似乎所有人都在竖起耳朵 等待电话那头的回答 电话那头的李医生沉默了一会 张义为什么要逃出精神病院 突如其来的反问 但我也沉默了 张义 你知不知道你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且有很强的攻击性破坏性 你上次杀了人 还把尸体砌在了我们房间的墙壁里 你忘记了吗 还有这是 我怎么不知道 不对啊 李医生明明是个女的 为什么接电话的是个男生 我就要开口反驳 刚刚还很镇定的中年大叔 颤颤巍巍地把手机关了 他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 陪了个笑脸 慢慢起身 像是准备离开 看着脚边的那口浓潭 我又想吐了 中年大叔双腿一软 跪倒在地 只见他哆嗦着 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粉红色的卫生纸 啪了一下 往绿台上一盖 搜一下 把盘抓走了 这回我迟钝的脑子终于响起来 接电话的人是我的病友 王二飞 二飞你快把电话给李医生 我已经控制不住了自己了 你和他说我现在特别想杀鸡 等李医生接电话的空隙 我一直在包里翻了药 疯狂颤抖了手 好不容易才把药瓶打开 丑陋男的女友尖锐的声音 再次穿进了我的耳膜里 这年头 真是火酒浆 装神经病的都有了 是不是不想赔偿 在这里装精神病 我告诉你 没门 我一个没拿稳 啪的一声 整瓶白色小药丸 洒落了一地 现在车厢里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中年大叔急得朝丑陋男的女友大吼 好好的你惹他干嘛呀 终于李医生接了电话 承警也到了 承警先是查了我的精神病证明 给我携带了药物 然后拿起电话和李医生聊了几句 所以这位张艺小姐 确实患有精神分裂症是吗 电话里的李医生回答道 张艺已经康复得很好了 很久没犯病了 如果不是很过分的事情 不会刺激到她了 但是她一犯病 她特别喜欢杀 听到此处 承警立刻把扬声器关掉了 把手机放到了耳边 整个车厢十分诡异的安静 丑陋男的腿 抖得像是财商缝纫机 丑陋男的女朋友 也一脸煞白 不知道在想神 想了几句 承警神色复杂的看了我一眼 然后又看了一眼丑陋情侣 挂掉了电话 这时候 承警小姐姐送来了水 他把药给我捡起来递给了我 我立刻大把服下 承警让承警让承警给丑陋男一个创可贴 这件事起因在你 我看你表演只是皮外伤 这个创可贴吧 如果你想追究 丑陋男立刻摆摆手 皮外伤 皮外伤 追究 不追究 请问下一站还有多 多久到站 形成了后半段 整个车厢安静如机 前后两排空无一人 乘务员多次询问是否需要帮助 感觉今天的精神病又好一些 刚下高铁 就接到了王二飞的电话 王二飞是我在精神病院里最好的朋友 第二好的朋友就是王奶奶 而王奶奶是王二飞的亲奶奶 他们有家族精神病史 张一你偷偷溜出去玩 也不告诉我 我反驳道 我不是去玩的 我姐遇到了坏人 我给她报仇去 王二飞的语气是难得的严肃 张一 你是青州精神病院的孕宠 报仇这种事情 不需要你动手 因为发我微信 马上就到 记住一定要等我们到了在行动 你看年轻 外面的很多规则你都不懂 很容易被人识破身份 我不解刀 我什么身份 须电话里不能多说 有大叔去监听 见面聊 旺晚 王二飞就带着王奶奶 与我会合了 我把他们一起带到了姐姐家 咚咚咚 我敲响了姐姐家的门 本来还能听到屋内有些动静的 可是随着我的敲门声 屋内的动静像是瞬间消失 咚咚咚 我又敲了一次 屋内猛然传来一阵嘶吼 我说了 我不接受什么采访 你们再不走 我就要报警了 我连忙大喊 姐姐是我 王妹一下子被拉开 我从内见过这样的姐姐 头同发 两边批分 神情伪顿 诚如血色 见到我 姐姐那双满是血色的眼睛 强忍住泪水 扯出一次笑容 小蜜 姐姐把我们三个迎进了屋 客厅的地上 放好几个正在打包的箱子 我开箱地上的箱子 姐姐你要搬家吗 嗯 姐姐搬家这么大的事情 周宇成怎么没过来帮忙 周宇成是姐姐的男朋友 姐姐身心又按了几分 这几天 我和他发生了一些矛盾 他和我提了分手 这个贱男人 肯定是因为姐姐被猥亵这件事 在网络上闹得太大 不敢面对了 刚开始姐姐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很讨厌 到处出去自己 是个富二代 可是所有的开销 都要我姐姐出钱 我一个精神病都看出来 周宇成不是个好东西 可是姐姐就是看不出 所以说 宁愿精神病 你不能恋爱脑啊 现在姐姐受到那么大的伤害 他不仅不在他身边支持他 反而提了分手 又想杀人了 不是 杀鸡了 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的脑子 好像心长得那么好使 我忽然又想起来 周宇成还问姐姐借过去 骗我姐感情可以 骗她钱不可以 我赶忙问道 她问你借了十万块钱 还你了吗 这十万块钱 是姐姐打工十几年所有的积蓄 姐姐默然的摇摇头 她说暂时没有 要过几年才能还我 我给了王二飞一个眼神 王二飞心领神会的点了点头 她掏出一个小本子 把周宇成的名字给写了上去 把鸡子们写在一起 然后一起剁掉 细细 第二天一倒 我们复仇精神小队 决定先送姐姐去上班 因为姐姐的视频 现在前往都在传播 虽然大多数观众 还是很正义的 但是总有几个精神 比精神病还不正常的人 告诉评论 你女生平时行为不减点 还给了82岁老四批机会 故意发出来博眼球了吧 我不想姐姐在现实中 再受到其他的攻击了 我要保护她 等了一会 电梯终于在28楼停下 里面已经站着好几个人 门一打开 几个不友好的眼神 就朝姐姐看了过来 姐姐慌张地低下了头 她把棒球网往下扣了扣 就把口罩往上拉了拉 很好 口罩都快变成眼罩了 我牵起姐姐的手握紧 别怕姐姐 王二飞和王奶奶站在我们后面 像是一堵墙 隔绝了电梯里那些不友善的眼神 随着电梯的下降 姐姐僵硬的身体 也渐渐放松下来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些老母鸡 就是不想做太平日子 现在有些个外地女人 真是不要脸 听说为了不交房租 还是凭威胁别人哦 真是不要脸啊 楼上的老吴 我们都认识多少年了 对她老婆不知道太好 她可能就这些事情了 我转头看去 电梯角落里 两个60岁左右的老太太 大声交谈着 哎 大清早不要发病 真累啊 王奶奶叹了一口气 好像和我同样的烦恼 大清早好好的 干嘛非逼我营业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弟娘 我年纪大 让我先发 都老爱用 这年头连发病都要卷起来了 啪啪两声 王奶奶直接朝说话的 两个长手老妇 甩了两个大鼻咚 你们两个贱人 还敢出现在我面前 仗着自己年轻 勾引我90岁的老公 王奶奶随后往地上去坐 双手拍屁 妖兽哦 真是妖兽哦 没有天理了 你们看看这两个贱人 勾引我老公 还在电梯里挑衅我 整个电梯的人都被吓了一跳 一份医学生的获入病例 二位 你们要打我奶奶 我没意见 但是打之前先说好 我奶奶今年80岁高龄了 你精神病的病龄 比我的年龄还大 要是你二位 把他打个三长两短的 他可是要住你们家里的 说完 王二飞就抱着胸 你复随你们怎么样的样子 王奶奶冷笑一声 孙子 你装什么正常人呢 你自己的精神分裂20年了 你说我 一直等电梯到 一楼 整个电梯 除了王奶奶的精神嚎叫 不再有其他的声音 连角落里抽烟的大汗 也默默把烟掐了 归缩在角落里 能把姐姐送进公司 我们复仇精神小队正式行动了 经过多次试探姐姐的口风 以及在网上查到的零星的资料 我们得知 这个82岁的老色P叫吴东 就住在姐姐楼上 她是姐姐的房东 好几次利用房东队身份 进入姐姐的房子 刚开始她对姐姐毛手毛条 姐姐就抱过警 可是因为没有确切的证据 警方不予立案 后来姐姐很下心 装了试散头取证 却又因为吴东82岁的高龄不予执行 而且这个吴东是个惯犯 他多次在地铁上违线女生 已经被报警抓了很多次了 但都是因为年龄原因 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这也造就了他越来越肆无忌惮 我们三个决定都在楼下 跟跟老色P 等了一会 王二飞和王奶奶 随一位队长之位吵起来 可不管我怎么劝 他们就是不肯打架 终于 吴东带着个茶缸 一摇一摆地走出了楼道 我们一路尾随 对那他上了地铁 地铁上的人非常多 一个恍神 我们三个把吴东给跟丢了 正当懊恼之际 医生既要的男生从隔壁车厢传来 你可不要乱冤枉我 我这么大年纪了 怎么可能故意摸你 哎呀我被你冤枉了 现在心脏特别不舒服 救命啊 我要看医生 我都82岁了 还要被你这种外地名冤枉 真是倒了血没了 等我们三人穿过人流 就看到吴东耍灵王一样 躺在地上嚎叫 他的身体体旁 还立着一位 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妈妈 她双眼空红 眼睛已蓄着泪水 有些委屈 有些不知所措 婴儿车里的小女孩两三岁 扎着两个小两脚便 他的嘴正一点一点的 看样子是被吓得想哭 年轻妈妈立刻扯出了笑脸 抱起宝宝 安抚的拍了拍宝宝的后背 宝宝不怕 妈妈在 怀里的宝宝 似乎感受到妈妈的委屈 立马勾住妈妈的脖子 软软的喊着 妈妈不哭 妈妈不哭 周围的人健壮一点冷漠 没一个敢吭声的 毕竟一个普通人 要是被八十二岁老色批罗上 逐一毁了平静的生活 还好我们不是普通人 我们是精神病 我们不怕 无所调位 王二飞朝王奶奶使的眼色 王奶奶心领神会的点了点头 快让开 王奶奶是八十年的老医生 不会治病了 人群中立马散开了一条路 王奶奶直冲到吴冬身旁 上去直接抽了18的大鼻冬 快醒醒 快醒醒 把老色批和周围的吃瓜群众 戳离愣愣的 戳完了大鼻冬 王奶奶又开始给他做心肺按压 轰轰几下 差点没把吴冬的心脏起国气 给按炸了 吴冬一直挣扎着想坐起来 可是王奶奶一天 可是要吃八碗饭的人 响扎就给按了下去 一挣扎就给按了下去 这下他真的开始惨叫连连 大呼救命 围观群众纷纷拿出手机 当然不是报警 是为了记录美好生活 他就是伪信犯 可想让的女生 打断了这场嘈杂的闹剧 一个穿着学生制服的女生 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他拿出手机 播放了一段视频 视频里清晰的记录着 吴冬紧紧的贴着那位年轻妈妈 不仅几次用手摸年轻妈妈的屁股 还用她的下体 不停在她的身上摩擦 年轻妈妈刚开始 因为顾及婴儿车里的宝宝 还试图换了位置 可吴冬似乎看出了年轻妈妈的顾虑 再次跟到了她的身后 年轻妈妈忍无可忍 还大声制止她 被揭穿之后 吴冬却表现得比年轻妈妈还要委屈 躺在地铁里大声嚎叫 我曾经就在这个地铁里被她猥亵过 所以今天我看到她 才会拿出手机记录着这一切 她看向年轻妈妈 如果今天你要报警的话 我把视频发给你 如果需要我作证 我可以和老师请假 躺在地上的吴冬 听到报警 一点惧怕的神色都没有 她用年轻的眼神 打亮着高中女生 认为我记住你了 然后她又看向王奶奶 你们快点报警吧 把这个疯婆子抓起来 王奶奶骑在吴冬身上 那你记住我了吗 不是你爹 他叫爹 吴冬死死的咬紧牙关 啪啪啪 吴冬又被王奶奶扇了十几个大鼻冬 连假牙都被扇了出来 叫不叫叫不叫 吴冬大喘着气 你说她要死的样子 爹 这么大的动静 终于惊动了地铁上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报了警 吴冬一脸的愤恨 你这个疯婆子 等着坐牢吧 王奶奶一脸的无所调位 我有无敌双棒 八十岁棒 夹精神病棒 王二菲快速展示了王奶奶的病例 不知道是谁带头笑出来声 接着一声声畅态的笑声 在车厢里响了起来 其至还有人鼓起掌碍 看来大家都病得不轻啊 事情的最后 我们一起去了警局 接近的年轻警察 显然对吴冬不陌生了 但是这次被打成猪头的样子 还是第一次见 他看上去心情不错 可是审问吴冬时 却十分严厉 你怎么回事 为什么又在地铁上猥亵别人 吴冬带着哭腔道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呀 我只是不小心碰到他的 他话风一转 把手指向王奶奶 可是这个疯脖子 不分青红到白地 扇了我几十个耳光 警官看下王奶奶的时候 王奶奶忽然变得双眼无神 嘴里开始嘟嘟嚷嚷 这演技 不愧是青州精神病院 老年组的冠军 王二菲从怀里 掏出了厚厚一本病例 在年轻警官面前扑开 警官 我奶奶的精神病几十年了 今天是看到这位老先生 他以为他带着这位老先生呢 吴冬怒拍桌子 他放屁 他们就是故意的 我现在心脏特别不舒服 我要去医院检查 我要住院 王二菲小鸡着米子点了点头 那你赶紧去住院 我们就散了吧 吴冬一听急的都要跳起来了 你们一个都不许走 必须给我交住院费 王奶奶一听这话笑了 住院费是什么 可以吃吗 王二菲也笑了 我奶奶名下 房车存款现金一样没有 她还是得了三十年精神病的 八十岁老太太 你让他怎么给你交住院费 吴冬捂着胸口 手指着王二菲 再就由你来出 王二菲双手一摊 哦 你别看我挺精神 其实我也是精神病 要不我第一个建议 你可以先去医院治疗 回头再起诉我和我奶奶 不过我们明下真的没啥可执行了 我劝你还是不要浪费律师费 吴冬双眼一番 差点决过去 你不是要无赖吗 他一脸委屈的看向警官 李警官 你看这两个人 他们肯定是在假装精神病 李警官悄悄地桌面 他虽然是精神病 但是他说的流程没问题 如果你对他们的精神病有疑问 可以走私法程序要求鉴定 你不舒服的话 还是赶紧去医院检查 别耽误了治疗 吴冬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 他的眼中闪现出奇异之光 你是这两个精神病的朋友吗 你总不会也是精神病了吧 我十分震惊 我都隐身了 你还能看到我 能警局出来 吴冬自己打车去了医院 我们复仇小队回家睡大觉 毕竟晚上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只睡到晚上12点 我们复仇小队再次出发 我们继续直到黄龙 去到吴冬的家里 根据王二飞今天打探到的消息 吴冬的子女都已经出过定居 早半这两天也出去旅游了 所以晚上只有吴冬一个人在家 王二飞通过猫眼 用一根硬铁丝打开了吴冬家的大门 我们三人猫着身体 偷偷进了他的房间 整整齐齐的立在他的床头 可能因为脸肿得像猪头 吴冬一个转身就疼醒了 他操了揉脸 正要睡去 猛然看到床头立着三个人 接下吴冬开始尖叫 扭曲 阴暗地爬行 最后他下着尿的裤子 经过我们复仇精神小队 与吴冬的友好协商 他同意录制一段漏脸的道歉视频 视频会完整讲述他 委屈几位女性的经过 认真承认错误 并正重向几位被他委屈的女性道歉 视频最后 他拿着身份证承诺不会再犯 所得不得好死 王二飞把吴冬的视频 传到了他自己的管事屏障号上 没一会儿就被骂得上热门 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才刚刚开始 我和王奶奶按住了吴冬 王二飞拿出宝贼准备好的人生机 在吴冬的脸上 闻了三个字 北歇饭 一开始 王奶奶又拍了拍吴冬的脸 再不怪 鸟都给你砸了 吴冬缩在床上的角落 抖得像筛子 刚往房门外走了两步 吴冬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 王二飞像是想起来什么 又停下脚步 奶奶 他要是报警咋办 王奶奶冷笑一声 就像队和李大壮一样 出来就把他宰了 然后做成一块块的 我们分了吃掉 李大壮是我们在精神病院里养的公鸡 我发病的时候最喜欢杀鸡 他们俩没事就跟在我后面做鸡肉 吴冬天蓝都跪下了 我不会报警 别杀我 求求你们了 周末我们开始帮姐姐搬家 收拾窝子时 有两箱的东西都是周一成的 姐姐发信息让他来取 他发了地址 说没空 让姐姐把东西快递给他 这态度 看来是想彻底和姐姐撇清关系了 铁金关系可以 必须先让渣男把钱给捅出来 姐姐和他都不是本地人 时间一久 他一旦离开这个城市 就再也找不到他了 在复仇小队的在三肩池下 姐姐拨通了渣男的电话 周宇成 既然你要分手 那今天就把问我借的十万块 打到卡上 电话那头的周宇成 十分的不耐烦 你有完没完 都说了现在没有钱还你 过几年会还你的 再说了 当初问你借钱的时候 我也说了 借钱就当做你给我的投资 投资嘛 总是有风险的 你要是再打电话来烦我 我肯定是不会烦的 周宇成 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电话那头的周宇成 算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感 我这种人 这话应该我来说才对 你被一个老男人 萎碎的视频 全网传的到处都是 说真的 我现在光听到你的声音 我脑子里就浮现 你被那个八十岁老头 上下摸的画面 光想想多恶心 说完还不等姐姐反应 周宇成就挂了电话 姐姐安静的放下手机 继续收拾行李 没有眼泪 第四天 王奶奶大清早 就去批发市场 批了一点水果 摆在了周宇成小区门口 掩人耳目 好消息 小区保安再不怀疑我们了 坏消息 周宇成六点下班 水果两点就卖光了 第五天 王奶奶批了更多的水果 开摆 坏消息 摆水果的人 把我们层层围住 根本看不到周宇成适合回来 好消息 周宇成亲了一个年轻的妹子 自投罗网了 妹子看着 就是家教很好的样子 轻声细语 奶奶 你这水果有没有放农药 没有 想吃自己回去放 年轻姑娘无嘴一笑 哈哈 奶奶你真幽默 王奶奶挠了挠头 有些招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周宇成倒是急眼了 把年轻女子挑好的水果 又扔了回来 你这个老太婆 会不会说话 王奶奶立刻细经上身 小伙子 对不起对不起 我农村人嘴笨 你别和我计较 我家有个瘫痪几十年的老伴 孙子还得了精神病需要花钱 周围的群众见了 纷纷指责周宇成 太过肩酸刻薄 年轻女子不停地替周宇成道歉 离开时 她主动加了王奶奶的微信 说要转点钱给王奶奶 年轻女生离开不久 就给王奶奶赚了两千元 奶奶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请你务必要收下 王奶奶没收 开始和年轻女生 东一句西一句闲聊了起来 只这样一来二去 我们渐渐从年轻女子口中 靠着周宇成不少的消息 年轻的女生叫李维 是一名老师 和周宇成是相亲认识的 周宇成这段时间 已经从原来的公司离职 考进了事业单位 现在还在公事期 我们带着借钱的证据 找到了周宇成的单位 可是周宇成丝毫不畏惧我们 还找保安把我们轰了出去 这下彻底惹怒了我们复仇精神小队 当晚我们就进了周宇成的家里 严热的电符 你让我心生厌倦 今天就把事情解决吧 如果事情解决不掉 那就解决掉人 Everything will be ok 因为周宇成年轻力壮 为了防止被反杀 刚进他家门 我们就一闷棍 把他敲晕了过去 我们把他绑在一张凳子上 静静的等他醒来 等了一会 实在有些无聊 我拿起剃刀 剃光了他的头发眉毛和叶毛 我正准备接着给他往下剃时 他醒了过来 他正想扭曲尖叫 阴暗爬行 可是他的嘴里被塞满了臭袜子 人也被牢牢的绑在凳子上 不能动弹 他只能发出呜呜声 并流下痘大的眼泪 真有趣 果然精神病就该打直球踩队 一抹诡计的最没意思 我拿起一面镜子 放在了周宇成面前 看在镜子里 周宇成并不崩溃的模样 还钱吗 周宇成想都没想 就毫不犹豫地点下了头 等周宇成转完账 给姐姐确认已经收到钱后 我解开了周宇成身上的绳子 因为他的手和脚还被绑着 所以我们并不怕他闹腰蛾子 我们给他拍摄了一段视频 视频里 他像狗一样在地上爬行 我给他看了无动脸上的纹身照 拍了拍他的脸 要是敢报警 懂 周宇成跪在地上 疯狂地点一头 一替眼泪一起喷了出来 求求你们 放我 我一定不会报警的 从周宇成家里出来时 我就感受到身体的异样 我笑了对王二飞和王奶奶道 王二飞和王奶奶 我已经和我的母星联系上了 一会儿他们就来接我了 王二飞和王奶奶点点头 一呀 一路顺风 等我们回到母星 最后宇宙飞船来找你玩 挥手 道别 我给姐姐打了电话 姐姐 可能没多久 你的记忆里就没有我的存在了 但是我还是要说 我爱你姐姐 谢谢你让我知道了 原来爱这个字 是真的美好 姐姐有些不明所以 但还是笑着对我说 小一 姐姐也爱你 恭喜你 完成任务 你的演技俘获了一千零以上观众 他们对你的精神病深信不疑 任务奖励 你将被传送回你原来的世界 我露出胜利者的微笑 眼前一黑 我的灵魂被一寸寸剥离 羞然间失重感传来 像是被吸进黑洞 再次睁眼 医院的白墙 和刺皮消毒水的味道 让我十分熟悉 有一瞬间 我甚至觉得 我还在青州精神病院 而面前出现了一个人 但我明白 就这么回来 回到了这本古早灭恋总裁文里 都成 灭文里的男主角 全球最大的总裁 而我 正是这本书的女主角 被他灭死灭生 替他的白热光抛肝挖肾 灭死我后 他幻然悔悟 发现最爱的其实是我 全书就这样大结局了 大结局后 我的灵魂却被吸到了 蓝星一个叫张艺的精神病身上 就这样当了两年的精神病 到后来 连我自己都开始怀疑 之前书里的一切 只是我的幻想 我可能真的精神有问题 现在我又穿回了书里 变成了灭文女主张艺 于他 也许就一天没见到我 于我 已经快两年没见过他了 张艺 要是醒了 就赶紧签字吧 给心蓝捐肾 两年了 再次听到这句话 真是又陌生又熟悉 还好 我已经不再是之前的张艺了 现在我是纽红路精神张艺 总裁希望接下来的日子 不会让你失望 也不知道 粤文里的总裁有几个妖子 嘻嘻 Everything will be ok 三万一 医院顶楼 院长办公室里 正站着身形健硕 脸型刀销鼓克般的男性 他脸色阴沉 黑毛里还闪烁着冷烈 让人不寒而栗 你说什么 院长摸一摸头上的汗水 回到 周总裁 夫人受到的刺激太大 得了精神病了 现在夫人是非完全临时行为人 生前不能捐献器官 周成敲了敲锅子 他真的得了精神病 院长点了点头 我们做了很多的检查和测试 也找了全国最权威的医生过来携诊 结果都是夫人患有精神病 丁明令 周成的手机响了 是保镖一号 总裁 不好了 夫人把人车给划了 周成挑起龙美 似笑非笑 划就划了 赔给人家就是 我周成有的是钱 总裁 夫人划了一百辆劳斯莱斯 一百辆兵力 一百辆南博基尼 一百辆 还没等保镖报完 周成收到银行发来的短信 周先生 下午好 林瑞士银行 尾号8888的黑卡 消费支出10亿元 周成的脸色不变 就是土字有些咬牙切齿 区区十个亿 十分钟后 叮咛咛 是保镖二号打来的电话 总裁 夫人又来红十字会捐款了 周成放下敲几的二郎腿 坐直了身体 捐了多少 保镖二号小心翼翼的问道 银卡里有多少 周成冷跳一声 一百一 保镖二号 夫人捐了二百亿 还打了一百亿的欠条 啪的一声 周成的手机被摔得粉碎 关外二 周成开着价值千万的跑车 在盘山公路上飞驰着 他今天一定要抓到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 好好收拾一顿 因为走得太着急 88名保镖一个霉带 通的一声巨响 周成的富家迪威龙 被一辆岔路 使出的黑色商务车给撞翻了 随后 黑色商务车走下来了几个黑衣人 把晕倒的周成 抓进了商务车里 扬长而去 而我在喝了一杯保镖 递过来的矿泉水后 也睡了过去 再次醒来 我已经坐在了油轮的甲板上 周成被五花大绑地跪在了我的对面 姐姐 我说过 无论如何我也会得到你 先知此疯狂的声音 从我的身后传来 我朝说话的人看去 一个轻瘦的少年 正满脸天真的看着我 原来是书中我的爱慕者 反派病交男二十语 之前书中 十语也曾试图绑架过周成 可被周成的88个保镖给反杀了 这次因为我 十语舔着手上锋利的七手 姐姐 你要是不亲我 我就剁掉周成的手指头 怎么比我还疯 我不允许 我猛地一把抢过十语的七手 上面还有他亮晶晶的口水 十语的脸上闪过一丝尴尬 我走到周成的身旁宫下 十指飞速地在周成的十根手指上点击着 点冰点酱 点到水 谁就上 哦 原来是大拇指 咔嚓一声 周成的大拇指被我切了下来 给一幕 但所有人都看得目瞪口呆 毕竟原来的我 可是爱周成 爱到愿意为他割干挖肾的 别说剁他的手指头了 连他的一根头发丝 不掉剪起来 好好珍藏了 周成的脸 疼得都变醒了 够大的汗水泪水鼻涕起流了下来 我摸了摸周成的脸 Everything will be ok 然后在周成绝望的眼神中 又开始了点冰点酱 我这疯狂的样子 把周成吓得半死 他骗了命 撞开压着他的两个保镖 搜一下票海了 留下我和石鱼 还有一众保安 列明相去 几天后 我顺利继承周成的所有遗产 而周成正在一个不知名的海岛上 被88名保安看管着